《 國產動作遊戲》又一強作推出 由台灣遊戲團隊極度邊緣工作室開發製作 英國 Team17 發行的 3D 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Dimexia 記憶邊境》 已經登上了 PC 和家用主機 你還不趕快支持一波 目前在 Steam 上獲得極度好評的《Dimexia 記憶邊境》 在畫面風格上相當有魂系作品的味道 我們將化身為一位半人半壓的神秘戰士掠壓 身負尋找瘟疫解藥的重任 一路刷進充滿怪物 破敗不堪的王國深處 雖然是號稱魂系 但其實遊戲比較接近隻狼的手感 以積極主動的閃避招架玩法為主 有多種戰績天賦流派能自由選擇 戰鬥系統豐富 爽度也相當的出色 遊戲中的敵人血條有白色綠色兩種不同的顏色 白色代表敵人的生命值 而綠色是玩家造成的暫時傷害 戰鬥中要是沒有及時打掉綠色的血條 敵人的生命值就會恢復 我們要妥善搭配普攻和格擋 再用綠爪攻擊對綠色血條造成大量傷害 當敵人血條完全見底 就可以施展痛快的處決性啦 略壓還可以從敵人身上奪取疾病 並將其化為致命的瘟疫武器使用呢 喜歡魂系風格動作遊戲的玩家 不妨來支持一下Dymesia記憶邊境 這款台灣團隊的作品喔